要在App Store取得或者購買淋淋種種的應用程式 你必先申請一個Apple ID 以下是iPhone下載應用程式及建立戶口的步驟 首先在主頁選擇App Store 然後選擇你想喜愛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通過排行榜選取付費、免費及暢銷排行的類別 也可以在搜尋版面直接輸入深水程式 完成後按搜尋 然後按取得再按安裝 這個時候可以在彈出的框架選擇新增Apple ID 依照你的帳單地址選擇相符的國家或地區 按下一步確認條款後按同意 為再次確定按同意 輸入你的個人資料後按下一步 然後輸入你的付款方式再按下一步 接著在彈出的框架上按下取消 然後按電話的Home鍵重回主頁 用郵件或Safari在剛才輸入的電子郵件信箱 按下Apple發信電郵中的驗證連結 在彈出的頁面輸入你的Apple ID及密碼 完成後按驗證地址 這個時候再回到主頁選擇App Store 在彈出的框架上輸入密碼 然後按好 接著應用程式就會自動下載 完成後會出現在電話主頁 要刪除不必要的應用程式 只需要長按那個應用程式的標示 啟動編輯模式 大概一秒後 整個畫面的標示都會震動 按下那個標示左上角的交叉 再按刪除就可以了 要終結編輯模式 就要按一下電話的Home鍵